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2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首先来关注一种有关诈骗案的新闻 退休女教师误罪假警官所设下的圈套 在两个多月内一共被骗走51万6457令吉 林梦警区主任阿班在那警监证实这一种案件 并透露受害者是一名61岁的马来裔同胞 他在本月20号中午12点半报案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420条文查案 他说,冒充警官的骗子谎称受害者涉及和一名华裔男子进行网络赌博 他名下注册的电话号码将被取消 骗子随后把电话转接至,自称是一名关单的警员 声称受害者银行户头内有20万令吉的款项 怀疑是来自网络赌博的收入 骗子说,警方成立调查小组 彻查受害者银行户头内的非法资金 受害者必须把所有存款交给警方保管 受害者因为害怕受到法律制裁 把他在国民信托公司的26万5000令吉存款 存入他在另一家银行的户头 再把总额516457令吉的款项汇入骗子指定的户头 从3月直到5月22号 受害者分别通过网络银行以及银行转账付还给骗子 接下来再看一种同样是涉及金钱诈骗的新闻 诈骗团伙冒用银行的名义行骗 似乎一名销售员在脸书发现一则银行接待的广告 并联络负责人表示要接待 结果被骗走超过1万令吉 事务副警区主任克林警监证实 报案者为25岁的华裔男子 他在本月12号早上从脸书发现一则 Maybank Personal Loan的广告 以为是银行提供接待 就联络广告上的手机号码 男子想贷款是为了经营网售服务 而向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接钱1万5千令吉 对方回应说没有问题 但必须先支付一些手续费 他信以为真 前后一共汇了10次款项给对方 但是却没有收到对方的接款 最终才知道自己受骗了 换个焦点 沙老爷内阁批准成立免疫代执法队伍 在沙老爷的边界阻止邻国野狗闯入 以解决款遣病的问题 沙老爷受赞的都把定义阿邦九海里今天配合 沙老爷安全及执法单位成立三周年发表特别现实时指出 沙老爷款遣病迟迟无法根除的其中原因是邻国带有款遣病病毒的野狗闯入 而且沙老爷的边界线很长 需要成立专属的执法队伍来应对这个问题 他相信沙老爷安全及执法单位属下的明一代执法队伍能够为各个单位提供合作空间 集合资源共同阻止邻国的野狗闯入 而散播款遣病病毒 阿邦九海里说 沙老爷安全及执法单位过去以来 在应对沙老爷款遣病疫情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2019年3月在马兰诺湾开始 同年的11月在老爷结束的款遣病行动中 总共为2万6千只狗注射了款遣病疫苗 并消除了1万1千只狗 最后来跟进沙老爷的疫情进展 沙老爷今天没有冠病确诊病例 截至目前累计确诊病例达到569宗 沙老爷灾难管理委员会发文告指出 今天没有人全疫出院 目前全疫出院的人数累计535人 或相等于94.02% 目前还有17个人在医院的隔离病房接受治疗 至今的死亡人数为17人 同时今天也有27宗新的调查病例 其中有4宗还在等待化验报告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 点ems Agreed 点烧 收房 点 clear 点回 点回 点回